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着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并且关于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其实是有很多的 因此各朝的历史基本上都曾经说过 一般情况下 这些影视剧都是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稍微的改变 所以有些东西是符合事实的 但有一些确实是假的 我们在看剧的时候 不应该太当真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清宫剧《雍正王朝》里的一些是 在这个剧中有一个情节 就是八个为了夺取皇位进行逼宫 这一切本来应该是很顺利的 但是很不凑巧这时候 军权竟然被躺在三架上的十三大个夺取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除了《雍正王朝》之外 这部剧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电视剧 也以清朝为大背景 比如说 公公所诸连什么的 这些影视剧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他们的情节是有联系的 就拿公和雍正王朝来说吧 公他讲的主要是雍正登上皇位之前的事情 而雍正王朝则主要讲的是他即位之后的事情 从历史来看 当时因为卓迪斗的厉害呢 主要有两拨人马 一拨是以四二个印针为首 而另一拨是由八二个印四带领的 他们两个其实都非常的有能力 并且也很有野心 但是 由于八二个他的生母家里并没有什么势力 所以说 他在这方面 其实是不如四二个印针的 虽说印四他的生母 由于身份的低微 不能为他提供一些支持 但是 这并不影响他夺敌的决心 他身边也有一些支持他为他效力的兄弟们 争夺皇位这种事情 是需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 如果胜利了那么 你将会成为九五之尊 但是 如果失败了 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 八二个印四夺敌失败了 其实 最后印四失败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 十三二个 十三二个是四大印针一派的人 他为印针成功夺取皇位 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在八二个最后夺敌的过程中 他把当时管理封台大营的一个将军绑了起来 带到了朝堂上去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行为 使得八二个彻底失败了 那个时候 十三二个的身体其实是非常虚弱 他甚至都无法自己下地 还需要仆人们抬着他 这样一个看起来雷若不堪 且貌似无害的人物 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十三二个的生母 也不是什么贵族出身 但是很幸运的是 皇帝对他这个儿子非常的喜爱 十三二个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将军有过很多次的征战经验 因此 在军中有比较广泛的人脉 正是因为这一点为他之后 绑了那一个将军埋下了伏笔 在逼宫的过程中 军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八二个在当时就驾传了圣旨 但是没想到 十三二个同样也去了军营 虽然他也没有皇帝的圣旨 但是由于他之前 在军队里面有一定的威严 所以说 那些将军们并没有按照八二个的话出兵 于是 这件事情就被完美的解决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就会 ять儿 记者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确计 来 五 回头订阅我们的公众 记者们在军队里面有个解军吗? 我们找过来 biết想要做了个知情关系的过程